各位同學 我是陳學校長 我們聽課《讀好書》系列 之前介紹了幾本西方的長篇小說 都是比較凝重的 所以也有意思反映 會不會有些比較輕鬆的書介紹 當然有,好書不一定是凝重的 這次介紹的這本書是非常輕鬆、有趣的 這本書是范爾納先生的《神秘島》 說起十九世紀的法國小說家范爾納 我想對同學來說會比較陌生的 但是同時又會比較熟悉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想大家陌生的是他的小說 但是對於由他的小說所改編的電影 可能是比較熟悉的 其實《八十日環遊地球》 《地深遊記》 《海底兩萬里》等等 這些電影都是由他的小說改編的 《余勒帆爾納》 他這大部份的作品都是屬於科學幻想的小說 當初其實他是刊登在一本叫做 《教育與娛樂》的雜誌上面的 你聽過名字 這些故事都一定是很有娛樂性的 不然怎會在這些雜誌上刊登呢? 也都是因為這樣 《娛樂至上》的《荷里惠片商》 我常常選他的小說 翻拍又翻拍 但是雖然他是娛樂性的 雖然他是比較通俗的 但是他都不妨礙 他的作品就成為我心目中的好書 因為好書都要好看才行 好看都要有趣 是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在《梵爾納》的作品裏面 我就最喜歡他的三部曲 《梵爾納》三部曲 這次序就是格蘭特船長的兒女 海底兩萬里 以及今次我要介紹的《神秘島》 雖然我今次只是介紹《神秘島》 但是我強烈勸喻同學自律的 你應該是看完這三本 以及必須順序地看的 因為你如果先看了《神秘島》 你就沒辦法享受到一個 在第一本《格蘭特船長的兒女》 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原念了 因為他在《神秘島》已經揭穿了 《神秘島》這本書 主要是講五個北方軍人 他們是被南方軍包圍 接著就乘坐這個熱氣球 是會逃亡的 當時的背景就是美國的南北戰爭時期 很不幸他們乘坐的熱氣球 就飄落在太平洋的一個荒島上 整本書就是講這五個人 怎樣在荒島上克服重重困難 最終是安全地回家 當然當中經歷了很久的時間了 沒錯 書就只是一個島五個人而已 但是你讀起來就非常有趣的 一點都不悶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凡爾納是用一種很科學化的 真是有科學根據的 很真實的 去到描寫這五個人是怎樣在這個荒島求生的 所以當我們看起來 你會覺得好像在看一場真人show一樣 其實我知道現在也有很多荒島求生的真人show 但凡爾納是最早的真人show 只不過是用文字來呈現出來的 我記得當時看到他們這五個人是怎樣去一起同心協力 一起運用各自不同的能力和智慧 利用僅有的一些資源和在島上找到的東西 去到克服重重困難真是砌一個 是我們文明社會的生活世界出來的 玻璃他們又可以製造 陶器、電視、相機等等 完全都可以是有無中生有的 但是我剛才所說的 這些無中生有不是就這樣幻想的 真是有科學根據的 你照著做 你都可以真的做到出來的 我記得我看這本書的時候 都是在讀初中的時候 看完之後我真的有個衝動 自己找個荒島去住一陣子去試一下 去把范爾納所說的這些情節 這些技術去試一下做一次出來的 范爾納的小說雖然是著重通俗和娛樂 但是它的主題一點都不膚淺的 只要我們不屈服 不畏懼 不認命 不服輸 只要我們能夠齊心協力 一起去到分享 一起去到合作 其實以人類的智慧和能力 就一定可以戰勝種種的困難 一定可以戰勝種種的災禍 一定可以改變我們的命運 這個是神秘島這本書 帶給我們的重要的訊息 在今時今日 對於我們每個香港人 和各位同學來講 這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這個也是我在評貨圖好書系列 介紹這本神秘島這本書 給各位同學的原因